昨天,法国爆出了黑匣子破解的部分内容 调查组也拿出了初步结论 和诗堂坠机高度相似 头部俯冲坠地 波音应该单则 相信,随着更多黑匣子的音频内容爆出 等待波音的将是全世界愤怒的口诛比达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刚刚再次爆出的这则今天丑闻 则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 波音问题科机接连坠毁之后 很多读者都在追问美国监管部门 这样一个问题摆出的飞机 怎么会通过美国航天局的安全检测呢?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据西雅图时报透露 美国联邦航天局以缺乏资金和资源为由 多年来将更多的飞机安全认证工作授权给波音公司 也就是说,应该是美国航天局负责监督检查的飞机安全 美国航天局竟然又把万包给了波音公司自己 让波音公司自己检测评估自己的安全报告 也就是说波音飞机是否安全 标准竟然是自己说了转 也就是说,裁判员把吹哨工作交给了运动员 而运动员自己给自己吹哨 据媒体披露 为了追赶竞争对手空客的进度 美国航天局管理层不断敦促安全工程团队 迅速完成授权认证 将安全认证工作委托给波音自己的团队 以此缩减审查工作 此外,波音的737 MAX客机的设计中 出现系统性披露 并在安全评估报告中错误 提供数据从而影响评估结果 为了吸引更多航空公司买家 波音甚至隐瞒了安装新型飞行系统仪式 减少飞行员培训 以节省巨大成本作为卖点 就好比安装自度驾驶的汽车 但有故意隐瞒不保自动驾驶中 频发反复打方向这样致命的安全隐患 致使许多该机型的飞行员在飞行中突然失控 这不是在杀人是在干什么 看到这里 是不是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寄予厚望的美国制造 这就是我们一直信赖的波音飞机 怪不得每次有波音失事 美国的检测结果要么是天际原因 要么就是驾驶员操作不当的原因 反正和波音没关系 怪不得之前多位飞行员 一直投诉这款波音科技问题严重 多次出现突然俯冲的现象 但如此原令关天的大事 竟然也被波音视而不见 反馈也一直石沉大海 就在爱情科技坠毁的11天前 媒体将一份安全隐患报告 发送给波音和美国联邦航空局 但是这样本能避免悲剧发生的报告 同样石沉大海 但是面对媒体记者的 为什么没有回复报告内容的追问 美国航天局以太盲为由没有回复 说到这里 大家总算明白了吧 为什么波音问题飞机出事后 美国航天局和交通部都力挺波音问题飞机 交通部长赵小兰还亲自身体力行坐上问题飞机 原来人家是穿一条裤子的啊 就连美国的民众都愤怒了 美国网友也指责美国航天局和波音草菅人命 美国政府的安全调查员已经介入调查 初步认为 波音737 MAX客机使用的 新型飞行控制系统的安全评估存在关键疏漏 联邦政府对飞机安全认证也没有尽责 也就是说 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被调查的不仅仅是波音飞机 还有美国联邦航天局 甚至 有媒体媒体甚至要断言 空中巨无霸 波音可能因此破产 以此逃避世界各国此起彼此 绵绵无期的巨额索赔 波音公司的问题只是 美国制造爆出来的冰山一角 美国人一直引以为傲的美国制造 其实已经到了异常危急的地步 正是看到这一点的特朗普上任之后 拼命的招商引资促进美国企业回流 而高工资 高福利的美国 早已在美国制造的翅膀上 加上了沉重的枷锁 特朗普也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了 特朗普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美好愿望 只是海市上楼一般羊不可及 而波音是美国制造当中的中流砥柱 如今连中流砥柱都岌岌可危了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楼塌了 长期被捧上舍弹的美国制造 到了被包下话题的那一天了 无论没法高楼